嗨 大家好 又关机了 换机的时候不仅要换衣服还要换口红 口红对 夏天有口红和秋天有口红是不一样的哦 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也没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都滚着用 第一支口红这个是 YUNI的一个口红 是我的化妆师推荐给我的 我刚刚没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原来 哦 这么便宜 就真的很平价的一个口红 然后我之前用的时候 虽然它很便宜 但是用起来 嗯 使用感还蛮好的 就是很持妆又很显色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干 对 秋冬不干最重要 嗯 然后干的口红嘛也有 就是MAC的这个 这个也是在彩妆品牌里面 相对比较平价的一个牌子 这个颜色就是我刚刚说的 有点南瓜橘的颜色 涂上去哇 整个人就 温柔 有气质 嗯 这个是 316号 316号 但MAC的口红大家都知道真的很干 很干的话 我就会用一个 NARS的唇釉当打底 这个NARS的唇釉 我也之前有在一个翻包视频里面推荐过 然后 是这个TF的口红 这个是我 跟朋友一起买的 16号色 这个就是刚刚说到那个 大家都觉得是秋冬才会用的口红 但我夏天就爱用这个颜色 它看起来很红哦 但 薄涂的话 就是上嘴就会 显得 很有少女感 然后还有一个是 直村秀的 就是我正在嘴上涂的这个口红 它是七八二号色 嗯 这个 这个好奇怪哦 它看起来是这种 南瓜橘啊 奶茶色啊 但它涂到嘴上又 比想象中的颜色要鲜艳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以好好挑一条颜色 因为我觉得直村秀很多颜色都挺好看的 然后我最近也收到了 蓝芝送给我的口红套盒礼物 嗯 这个红色像樱桃啊 什么的红 感觉这个就是夏天会用的红色 如果我夏天我肯定都要这种红色 诶 那打开怎么又是这种橘橘的颜色 那就是秋冬会用的 但它外面看起来 这个外包装 具有欺骗性 哦 这个也是很正的红色 打算最近试用一下这个颜色 这种纯诱的话应该是不会沾杯吧 这些就是我最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口红啦